李洋 李洋 世界冠軍 鞭炮聲 想跟沒玩 社區鄉親全都來了 就歡呼聲 讓羽球金牌國手李洋 笑到隔不容嘴 現場還揚起國旗海 很辛苦你們 很感謝有你們在 希望未來可以去各個學校 跟大家交流 李洋 林口住家 上百位鄰居早就卡位 而家中畫面也曝光 我跟我女朋友 就很常坐在地板上 就這樣 看著電視然後就吃 開箱 李洋住宅 還有一區專門放展示品 由粉絲們送的禮物和收藏品 而今年9月後就要回歸 到國體大當金牌副教授 李洋說自己會超級嚴厲 超級嚴厲的教練 我是一個 我應該是一個 在工作場合很兇的教練 但是在結束了工作時段的話 應該是一個 很喜歡亂講話 很喜歡可以很親近的教練 李洋到國體大教書 薪資也曝光 擔任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月薪9萬元 讓網友們直呼太少了吧 應該要9萬美元比較合理 但國體大解釋 主網塊是依據薪資規範制定 未來評鑑升等變成教授級 薪資自然也會提升 至於李洋說不只教授 想參選羽球理事長 李爸覺得兒子是因為熱情 李洋班也秀出在巴黎跟李洋 兩人相擁照片 一拍一拍把兒子訓練成金牌國手 如今即將退役 依然以李洋為榮